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 他说他时间来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 当漏报之后 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 我们查到1800多万 这个是41万以上的 那还有很多41万以下的支出 可能也有漏报的情形 所以这位会计师 他把A也就是收入 减掉支出跟剩余款之后 他去调节了当中的2000余万元 分成九笔申报 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 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 他自行将这短差的2000多万元 申报到刚刚我们说的 时乐跟尼奥这家公司 还有木科等公司 总共2000余万元 今天调查的结果显示 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 你知道 都有凭证 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 更重要的 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 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那种灯打的业务 全部外包 就会有人便宜行事 你知道 没有一笔一笔输入 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冠进去 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 什么时候会被公司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我们稍微看着 请问黄珊珊宇文中送中庭会 还会有其他名单吗 你们不可以把现在路都挡住 因为刚刚开会时间是蛮处的 请问他有讨论哪些事项 来来来 后面车子来了 好谢谢 你们会考虑出示更多的证据吗 因为目前听起来都是私下的对话 反述而已 可以 谢谢大家